台中县有一个国中生 他考完第一天的基测之后 他就跑到大卖场去偷了 价值31块钱的气球 但是隔一天还要考试 那么被警察抓了之后 警方请示法官说 是不是让这个国中生先回家 第二天还要考试嘛 结果呢国中生却拒绝了 还说自己成绩不好 才会偷东西来减压的 他的爸爸知道之后 气得拒绝到警察局去领人 从大卖场监视器画面中 可以清楚看到 一名身穿国中体育服的学生 在卖场陈列家附近四处张望 锁定目标之后 国中生假装双手摸头 然后将上衣掀开 把价值31块的海绵宝宝气球 塞进了裤裆里头 他考完基测之后 想说无聊 然后去逛卖场 然后逛一逛之后 想说好玩 然后就把那个气球 放置他的右侧裤头里面 国中生见四下无人 来到大卖场行窃 之后若无其事 拿炒命便当到收银台结账 完全不知道行窃过程 全被监视器给拍下 因为我没有问他说 是不是明天还有机车 是不是要考 他说他不想考 他说我帮你们问一下 他说不用了 便当结账之后走出卖场 国中生马上被拦下 带回了办公室 警方通知家长 爸爸气到连警局都不想来 爸爸就联络电话都 联络之后都没有来 然后我们去住处 他家的住处 他也不在这样 第一天机测考完 林芯国中生觉得成绩不理想 为了抒发压力 跑到了大卖场偷窃自己最爱的海绵宝宝气球 还自暴自弃 让警方听得直摇头 大叹年轻不会想 中文新闻联员宾台中报道